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喂喂喂喂喂 酒沙旮渦 最近怎樣 看到這裡 後面 天堡 有個那麼美那麼美的風景 沒錯沒錯 都是Glasgow 我在Glasgow念出念了4年 最近终于毕业了 毕业那个影片还没发 但是我都是要享受一下今天拍片 今天发片的快感 所以今天就是带你们走一走City Center Glasgow以前是英国蛮有名的大神 因为它是做虫工艺的 它是运船坐船 用什么麦克风的那一件 因为刚刚好有点事做 所以看一看Glasgow City Center 英国的City Center有什么要注意 看你们如果来英国的时候 你想买什么啊 有什么注意的店 我今天就带你们慕行 有一种英国蛮有名的City Center 看一下你的手笼吧 现在就是来到Glasgow的City Center Glasgow是我来欧洲第一个城市 我还记得我来Glasgow的时候 第二天 我没有朋友 在想应该做什么呢 跑步吧 然后我从West End跑跑跑跑 跑了可能40分钟 跑到这里 Glasgow Central Station 我跑到这里 差不多就是跑到这个位置 在想 哇 我从来没有见过 很美 很美 然后我就看上面 看左 看右 真的很美 我已经来到欧洲了 原来欧洲的City Center 就是怎样 因为在香港没有看过这些 然后我就带在这里看 人家走来走去 这个Glasgow Central Station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港情 我已经不见过 进去 我刚刚才的 都没有看过 因为我看到 我现在都没有看过 我还没有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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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这个就是Gosco Central Station 很开心很开心 人情味 这个就是人情味 你在弹响 就音乐的时候 我没有讲过 弹完以后 后面会有展示 那个展示是 Priceless 太棒了 那个展示真的是 Fake my day 如果你想看整个video的话 就直接去我Facebook Page 我叫Up Loba 所以现在就 认真开心之后 Clasco City Center 会有什么吧 每次做事的时候 就忘记吃饭 所以现在已经三点钟 我发现我还没吃午餐 所以我还没记得到CC有什么 就先吃午餐吧 所以就是CC其中一个food call 它有很多选择 有其他Chinese food 有Italian food 有Modernal KFC 所有东西 我相信每一个城市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 我相信每一个城市也有一点点一样 所以food call 不一样的话 我相信还是有food call的 如果你一个人要吃饭的话 一个人最棒 肯定是吃food call 因为不需要Table for one 直接嘛 别吃 有便宜一点点 所以现在就点餐 记得记得记得 如果有student card的话 记得问他 有没有student discount 所以他就会有10%all之类的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叫Couple 它有Chief Carbonara跟Prisis 所以 吃饭 吃饭 先吃然后介绍下一个店 所以第一个介绍的店就是one pound shop 你看到这个叫Pound Road 发现你会看到更多叫Pound Lab 好像这个 我第一次来英国的时候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one pound 如果你要来英国一段时间的话 我建议你真的来Pound Lab 因为里面什么都是one pound 可是你买到的东西快速会差一点 但是没关系 如果你有一些东西好像shower gel 电池 纸巾这些 或者五朋友啊 买这些东西是空间没差的 你就进去买 因为有差的话 我还是建议去supermarket买一点 所以我现在进去 看一看有什么one pound 我需要买的 其实没有 我本身比较推荐的 就是好像这些买party用的东西 好像这些 你不会用很多钱 但是你还是需要 所以one pound的时候 就是要买掉 那些every birthday 你从来不会常常用 或者你可以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或者很可爱的东西 对吗 对吗 还有就是因为shower gel 它的brand都是一样 是identical的东西 如果这些太卖one pound的话 为什么不来这里买了 我很小来C center 但是来C center 通常就是为了one pound show 所以这个就是one pound show 我不建议买iPhone的线 因为我那个时候买iPhone线 不是不可以用 但是用了可能三个月 又要买另外一条 太麻烦了 但如果你觉得三个月买一条 one pound没啥了 就用吧 下一个店我接下一下 我原本是想说是tk max 但是这个sport direct 比较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你也可以看到editor 是鞋25半 所以这是差不多1000台并 200鲁港幣 所以sport direct 就是卖一些很便宜的运动用品 但是重点是 它的quality 嗯嗯嗯嗯 如果是一些break brand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 我之前买一个fetminton racket 是十几半 十二半 我觉得很帅很帅 然后我很兴奋的 就打算打羽毛球 我是一个很会打软毛球的superstar 我只要打羽毛球 然后打了地下 杀下去 然后它那个线破了 十二半都比较没有 所以不是不可以用 用的话又有心理准备 今天呢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卖鞋 它所有鞋都是 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鞋 可能会有新发现 或者是你听过的brand 好像这些edidus 或者你完全没有看过的brand 它全部都有它自己的price 它分好size 你自己可以看到 别特别的是每一个tk max的店 如果你在这里买到 不代表另外一个地方可以买到 然后自己找到 就自己穿 试试 我也买过一个很舒服的鞋 就在这里买 好像这个edidus 这个就好像是五十半 我觉得也不错 现在香港买鞋 真的很贵 嗯 但是这些也不错 我觉得如果你要shopping的话 来这里看一看也很不错 这里卖的东西跟punet不一样的 它有一些brand 好像这个dkny don't knock new york 所以你可以找到 所有东西也可以有quarting 比较便宜的 就在这里 这里卖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它有外套 短裤 T-shirt 什么都有 然后自己选 最麻烦的是 我平常不会常常来这个地方 因为我选不到 但是 真的要买东西的时候 还是在这里看一看 所以这里tk max 就是买一些有quarting 然后又很便宜 但是你不会买到最想要的东西 自己买那个推荐 就是在这里买 就是自己剪头发啊 就要用那个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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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然后给你100MAP 100MAP 你们应该没有概念 因为你们都是用unlimited data 但是 我的概念就是 够了用 不要看youtube 只是发message 1-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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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 你要买makeup 所有药 所有healthcare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买 所以说到英国药房 有两个事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 有一些药是要prescription 才可以买到 如果你没有看过doctor 你打算去药房买药 是买不到的 有一些药是 还有英国的system 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是 你去cleanip 看完doctor就可以吃药 就是他开药给你 但是在这里不一样 你看完doctor 他还要那个doctor跟你说 你可以买什么药 你得再去药房买 所以是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他开一个prescription给你 所以有一些药是不用钱的 第二个就是 买药 Panadol必泪通 香港人谁都说必泪通 其实就是paracetamol 加caffeine 所以基本上 所以你买最便宜最便宜 boost的那个paracetamol 或者tescoparacetamol 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那个功能都是一样的 所以平常我 我没有想到生病 就是买最便宜的那一样 反正吃都是一样 所以今天的影片大概就是到这里 我相信英国哪里差不多都是一样 基本上City Center都是内景加市楼 所以你们来英国的时候都是一样 唯一不一样可能就是没有Glasgow那么美 所以Panadol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希望这个影片对来英国的你们 有一点点的用 没有用的话 也许也要说有用 所以这个影片到这里 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 接 看到了 我们下一个影片 就先利用完美 简单